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东方点评 我是李思 内地艺人吴亦凡 涉嫌强奸被刑事拘留之后 内地官媒第一时间密集发声 强调法律面前没有顶留 即是没有顶级影响力的艺人 有分师认为 吴亦凡案为官方整肃娱乐圈提供契机 艺人吴亦凡因为涉嫌强奸罪被刑事拘留 法律家人士普遍认为 吴亦凡是公众人物 警方如今通报对他采取刑区 说明已在侦查中掌握基本的 刑事犯罪事实或证据 内地官媒在警方通报后 第一时间密集发声 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发评论指 外国国籍不是护身符 名气再大也没有豁免权 也有官媒表示 正义面前没有顶留 法律不会因为炒作而歪曲 也不会因为流量而姑息 新加坡联合组报引述分析认为 娱乐圈的一些乱象 已突破伦理道德和法律底线 吴亦凡案受到舆论关注后 执法机关快速征查 公之于众 发出了强烈的警示 吴亦凡是内地流量明星 指的是粉丝众多 而且好照力极强 但没有特别知名作品的明星 流量明星通常拥有 生得好看的外表 极高的人气 上年占据微博热手和娱乐头条 在网上具有极高的话题 内地娱乐圈近年来乱象频发 不时传出知名艺人偷醉流税 天价片酬 吸毒嫖唱等负面消息 一些流量明星 沉浸在偶像光环之下放纵自我 女女刷身私得下线 吴亦凡案是围流量论的娱乐圈中 一个极端缩影 分析认为 盲目追星 追星族的繁圈文化等等 大片内地年轻人的价值观 吴亦凡案作为一个典型 可能为官方整肃娱乐圈提供契机 而事件是近年来流量明星传出的最大丑闻 折射出疯狂的内地饭圈文化 以及他们所代表的资本市场 以及是娱乐行业的畸形发展现状 分析人士指出 饭圈文化所体现的强大组织力量 和决策过程中的准民主模式 颇有公民社会的初形 对于内地政府来说 这样既可以利用争取年轻人 归附党的主流价值观 但同时亦存在着群体行为出现失控的隐患 分析认为 五亿犯案会对当红偶像产生震慑 但目前介入的都只是执法部门 针对的是艺人私德和触犯法律问题 金融监管部门并没有介入 未必会触及流量经济背后的核心 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收看